中国首次独立进行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 在2021年2月10日进入火星轨道 目前已经成功在火星工作了一年时间 天文一号到达火星 只是火星探测的一个阶段 三个月后 祝隆号火星漫游车在2021年5月14日成功登陆火星 天文一号成功将祝隆号火星漫游车着陆到火星表面 在一次火星探测任务中 同时完成了轨道飞行器和火星漫游车的布置 形成了相对立体的系统火星探测 目前天文一号已经在火星工作了一年时间 设备仪器依旧非常健康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的主要目标 是探测火星的乌托邦平原 绘制火星的地质图 并探索火星的地质组成 祝隆号火星漫游车成功登陆火星后 利用摄像头和着陆器进行了合影 之后祝隆号就开始向火星的南侧前进 不但探索火星的地表环境和地质特征 目前中国在火星的轨道飞行器只有天文一号 因此祝隆号漫游车的探测数据 都需要通过天文一号将数据传回地球 作为中国初期火星探测任务 祝隆号的数据传回速度相对较慢 在2021年的9月下旬 由于太阳阻挡了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通讯 全部的火星探测任务都进入休整期 11月初天文一号降低自身轨道高度 利用携带的科学仪器 对火星进行了近距离的探测 祝隆号也在不断向南前进 沿途分析各种火星地质 祝隆号已经在火星行驶了超过1500米 获得了很多火星地表数据 以及火星全景图 火星的公转周期是687天 因此火星的一年 大约相当于地球的两年 因此季节长度也是地球的两倍左右 天文一号在火星成功工作一个地球年的时间 但对于火星来说 只是两个记录 后续火星将进入到冬季 冬季火星接收到的阳光会更少 因此太阳能电池板很难收集到充足的能量 冬季的来临 也会让火星更容易出现大规模的沙尘暴 这对于祝隆号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天文一号轨道飞行器的设计寿命 为一个火星年 大约是地球的两年 祝隆号火星漫游车的设计寿命只有92天 天文一号轨道飞行器 目前已经度过了设计寿命的一半 祝隆号火星漫游车 则处于超常发挥的阶段 作为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文一号和祝隆号的表现都非常优异 而在太空中 中国制造的质量一直具有很高的保障 中国月球漫游车 至今仍在刷新最长工作记录 相信天文一号和祝隆号 也一定可以在火星上顽强生存 为地球上的科学家提供更多火星数据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 主要是对火星进行地质勘探 绘制火星地图 天文一号也是火星样文采集的基础 通过天文一号对火星地表研时进行地质分析 科学家才能针对火星地质情况 制定合适的样本采集计划 从而帮助人类获得火星的岩石样本 探索太阳系的秘密